设定域名伺服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之前介绍过域名系统的基本概念 现在会教大家在Windows Server 2008系统上面建立一个域名伺服器 互联网所使用的协定是TCP IP 所以我们必须以IP地址来传取其他网页或者伺服器 来取得服务或者进行连线 但是IP地址是一连串数字难于记忆 这样我们就希望以一些有意思的文字代替 网续名称系统DNS就替我们进行IP地址的翻译工作 网续名称系统DNS是用来将用户易记的名称 例如www.edb.gov.hk 由DNS伺服器转为IP地址 115.160.184.96 等用户可以用网页浏览器输入以上域名 就可以浏览教育局的网站 在www.edb.gov.hk的DNS区域档案内 会以一个A-Record将以上域名和IP地址结连起来 而其他的DNS资源记录就包括 C-NAME-PTR-NS-MX-TXT Windows Server 2008的DNS伺服器支援标准DNS通讯协定 亦整合Active Directory网域服务及其他Windows网络和安全性功能 按装DNS伺服器 首先以系统管理员Administrator登入伺服器 按下开始 然后按一下伺服器管理员 在结果窗格的角色摘要之下 按一下新增角色 然后再按下一步 然后在角色清单中 按一下DNS伺服器 然后再按下一步 之后你会见到DNS伺服器页面上的资讯 在阅读过之后 然后按下一步 在确认安装选项页面上 确认将安装的DNS伺服器角色 然后按安装 新增正向对应区域 For Work Zone 正向对应区域分为主要、次要或虚切常识区域 主要区域指的是本伺服器维护的区域 次要区域指的是主要伺服器所维护的区域的覆本 次要区域可为DNS区域提供负载平衡及容错省 去设常识区域 主要针对这一区要求提供授权明清伺服器的相关资讯 因为它只包含有权管理这个区域的其他DNS伺服器的指标 以Administrator登入伺服器 按一下开始 指向系统管理工具后 再按一下DNS 在主控台树状目录的DNS伺服器上按一下 滑鼠右键 然后按一下新增区域 开启新增区域精灵 最后 照精灵中指示建立新的主要区域 次要区域 或虚切常识区域 新增反向对应区域 Reverse zone 反向对应是根据提供的IP地址 去查阅电脑明清 在反向对应区域之中 指标PTR 资源记录 就是将主机IP地址 对应至主机明清 以Administrator登入伺服器 按一下开始 指向系统管理工具后 再按一下DNS 在主控台树状目录的DNS伺服器之上 按一下滑鼠右键 然后按一下新增区域 开启新增区域精灵 然后依照精灵中的指示 建立新的反向对应区域 设定DNS伺服器使用转记站 Forwarders 转记站的作用 是将外部DNS明清的DNS查询 转记到网络外部的DNS伺服器 例如 假设Google的DNS伺服器 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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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以Administrator登入伺服器 按一下开始 指向系统管理工具后 再按一下DNS 在主控台树状目录的DNS伺服器之上 按一下滑鼠右键 然后按一下内容 在转记站索引标签上的DNS网维之下 按一下网维名清 在已选取的网维转记站IP地址清单中 输入转记站的IP地址 8.8.8.8 然后按一下确定 最后按确定 请订阅您的支持